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編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所以其實美國已經一天到晚都來了 其實現在菲律賓為什麼要去見習近平呢 這個態度也是很明顯 既然我都什麼都要聽你的 然後最後還是要我自己來負責的話 那不如我自己去談好了 有關於呢 菲律賓跟中國大陸明年見面 還有一個非常重點 就是要建立直接的溝通管道 因為要防止南海誤判事件 那麼其實我們剛說12月21號 除了軍機戰機飛起來 其實同一時間喔 中國的航母也動起來了 山東艦 帥章軍你怎麼看呢 從前幾個禮拜喔 這個我們說遼寧艦 從宮古海峽 宮古海峽就是在宮古島跟沖繩中間 這個海峽通過 然後呢我剛說的山東艦喔 就是在同一天 這個山東艦呢也出現在南海 然後呢在模擬打擊航母 這個打擊 就是應該說山東艦的航母打擊群 他們在模擬攻擊美國的海軍編隊 所以呢中國的航母 其實我們看到它在南海 以及呢在這個宮古島 已經可以說是突破第一島鏈 前進第二島鏈 就解放軍說的嘛 航向深藍 而且解放軍速度非常的快 對 因為從劉華卿開始搞航母 他就立下這個志願嘛 那個時候搞航母 他還在這個泉州博物館裡面 搞一個正和的這個紀念館 什麼意思呢 正和是什麼呢 就是南海的這個 七色南海的這個領導人嘛 所以中國大陸這個決心下得很早 那動手呢 是說瓦良格號拿到才有一個藍本 所以遼寧號是完全俄規改造 那麼遼寧號今天帶了一些 新的驅逐艦 驅的這個重型的這個 052 055的這個重驅 跑到這個琉球繞一圈 琉球繞一圈是什麼 針對你美國人搞 在琉球要設立軍事基地 要放核子武器 琉球老百姓都在反對 對不對 那你在琉球以南 這些小島要部署飛彈 這是對你一個警告 琉球繞完又跑到關島 你以為關島是你的後台老大 我一樣可以打過來 所以他在裡面還帶了轟溜 轟溜是什麼 他可以帶來陰級 陰級的 你跑到關島一溪 還是照樣打 他的意思就是把我的實力展開在這裡 山東艦在南海也是一樣 因為美國要干預台灣的 這個兩岸的戰爭的話 一個是從日本下來 一個呢 從阿拉伯海那邊調過來 所以你在南海那個地方 山東艦也可以在擋你嘛 對不對 將來還有福建艦嘛 就是說他的打擊能力 已經超過我陸基的飛機 陸基的飛彈 加上航母帶的飛機 航母旁邊的護衛艦帶的飛彈 他的打擊率已經向外擴升嘛 就是說陸死誰守還不一定嘛 對不對 但是越靠近中國大陸 美國就越吃虧嘛 因為你畢竟比不上陸基的這個飛機多嘛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台灣還在迷信美國會出兵 我給你打一百個包票 他絕對不出兵 剛剛岩老師講的 我在美國也碰過很多 一天到晚就說 你不要拖我下水 你多買軍備 你自力防御 這個雖然講起來 抗中的是個聲音 他們也很大 他懂實際狀況的人都在玩 你自己防衛 我賣武器給你 而賣武器還規定你打什麼樣的仗 拖久一點 慢慢打 不要死太快 而且美國其實很明顯 他們是不是自己也在防了 尤其是你看 五角大廈最近披露了 關島的防禦計畫 裡面就很明確的 告訴大家說 未來的關島 他要建立一套防禦的體系 來保護避免受到 中國導彈的襲擊 這代表著什麼意思呢 五角大廈認證 中國大陸是有能力飛彈發射 直攻關島的 蔡委員你怎麼看呢 在這個部署裡面 包含了像是標準三型 標準六型 還有美國陸軍的愛國者 跟薩德的反島系統 這個數以上都是屬於A2AD的一反 就是區域拒止 然後反干洩露的一個策略 它這個關島它基本上 中國大陸視為是一個有威脅的一個戰略的一個據點 因為它有戰略轟炸機 它有各種長城導彈 前段時間不還在那邊試射什麼 義勇兵等等 那現在對中國來講 一定會把關島 列為一個威脅的對象 所以中國大陸的各種這個陸地上也有很多很多的飛彈的防疫系統 就是防備從關島來的飛彈 或者關島起飛的飛機所發射的飛彈 各大城市包括什麼深圳 上海 北京 甚至青島 這種有港口的地方 湖州 它的飛彈防疫系統都非常的先進也非常密集 一樣的道理啊 關島也害怕 我就是一個小小的島 那解放軍的這個所謂的航空母艦也好 或者經過這個所謂的運游二死 可以加油的這些戰鬥機也好 關島都很容易被成為一個攻擊的對象 我們就要回憶一下珍珠港夏威夷更遠的地方 當時日本是什麼打呢 日本的軍艦當時是在什麼 帶在什麼地方 就現在的北方四島裡面的折州島 當時的日本的所謂航空母艦啊 軍機就在那邊集合 然後趁著三精半裂 偷偷摸摸的 就開始死離開這個北方四島 然後經過北太平洋 默默的靠近夏威夷 那沿途呢 是有幾個 薩布倫登的漁船有看到 但是他不曉得什麼東西 回報的時候被當假的 然後默默的一直到了夏威夷以後 展開攻擊就來不及了 所以表示說防疫攻擊本身是一個 任何一個基地很重要的 那美國人當然會知道 我現在部署這麼多 天寧島 關島搞老半天 我多少五倍在這裡 那萬一是解放軍 來一顆核子武器 就掛了嘛 通通掛掉了 所以他有更強的 飛彈防禦體系 這是一個理所當然 應該做的東西 那中國大陸是一樣啊 他所有的這個剛才講過的 所有的重要的這個地點 都已經有非常好的 這種飛彈的防禦系統 才不會像我們台灣 還有人家幻想說 哎呀 我們可以發展雲風 我們可以打三峽大壩 我們可以發展這個什麼 長城這個什麼雲 雲 雲什麼東西 可以打到北京 我心裡笑說 你要穿過幾道飛彈防禦網 才到得了 第二個 你那個飛那麼久 那麼遠 你能夠就像像這樣講的 飛彈的重量是固定的 所以你飛越遠的時候 你的那個炸彈的比例就越小 除非你裝核子武器 你又沒有那麼小的核子武器 核子武器要把它收到那麼小 那個是現在全世界 沒幾個國家做得到 大概只有俄羅斯 中國跟跟什麼 跟美國做得到 其他國家沒有人做得到的 那核子武器像北韓 那個還那麼大 那個是很累的 那表示說你那個火藥量 微型化很難做 對 很難很難的一件事情 那好 那你動不動就想這個東西 那我們的飛彈防禦體系 還停留在愛國者三號的那種階段 坦白講彈量也不夠 就像剛才山上軍講的 如果對方來了無人機 愛國者飛彈要不打 不好笑 可是你不打的話 搞不好走投兩下 就被無人機給打掛了吧 所以相比之下 這種飛彈防禦系統 是現代戰爭上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要去部署的東西 所以日本也好 美國去部署這個 我們不必特別的去壓抑 導致我們不要想像說 我們有能力去突破人家的 這個飛彈防禦系統 這才是比較現實的考慮 我經常講過嘛 你要打長江三峽 你飛彈還沒有到 就被攔截下來 可是對方的不要講飛彈 可能一般的火炮 就把我們台北市旁邊的 翡翠水庫給打掛了 那翡翠水庫 因為我們當時沒有想到 有個軍事上的考慮嘛 所以那翡翠水庫的彈體 解放軍來個幾顆 就掛掉了以後 20分鐘 台北市比較低蛙的 像總統府附近 淹水20公尺 那其實其實最近 日本的一些軍事部署的動作 大家都會聯想到 是不是美國要日本這麼做的 比如說像雨納國島 還有沖繩 以前我們講到這兩個地方 都是幹嘛呢 就是去玩嘛 去觀光嘛 還很漂亮 但是未來這些地方 可能都會變成 部署飛彈的基地 那美國這樣做什麼意思呢 同時我們一起 請將軍來幫我們做分析 這是美國在做的事情 那中國大陸呢 中國大陸最近曝光的這一張照片 讓大家看到 大家不是看到前面的這兩位 大家是看到後面的這一架 是運20 而且是新型的模型 有人在猜 這會不會是之前 講很久的空警3000的 綜合戰略預警機 但是我有看到分析也有說 這有可能是運20的改型 它是核指揮機啊 這個東西啊 像這種慢速的 這個體積龐大的 通常可以作為通信指揮中心 你像 就是一個空中中心 空中的指揮中心 你像美國的總統做的空軍一號 那上面有各種各樣的防護措施 可以指揮核子武器攻擊 給部隊下達命令 給媒體發布消息 所以這種大型的運輸機很可能 還有呢就改為電子 電子作戰的 現在電子作戰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因為全世界的軍隊都靠這個 電子通信來指揮作戰 它破壞你這個就很厲害了 所以中國大陸就叫信息作戰 那這種飛機跟你那個剛剛講的這個 沖繩以南各個島嶼上布飛彈 對不對 你剛剛不是提這個問題嗎 對 這個是半個月以前就美國已經講了 是要分散式步驟 因為它的這個日本的基地裡面的 美軍陸戰隊也撤到關島 擔任關島防衛 它的核能潛艦也撤到關島 航母也撤到關島 那第一島鏈是不是空虛了 空虛怎麼辦呢 它就用小數量的飛彈部隊 因為日本以南到台灣 石原島中間很多個小島 它就把這些飛彈安在那裡 到時候就可以制衡這個海上 解放軍的海上活動 那這不等於也是叫日本 自己去保護自己了嗎 對 問題 問題所以日本現在心態很矛盾 一方面要靠美國來保護它 但是它又不信賴美國會不會放棄它 因為烏克蘭那邊 俄羅戰場上有很多例子 那今天不錯 美日看起來很close 但是日本為了自己的國家安全來想 它也有一些 對美國認為不太可靠 因為阿富汗的撤退 給日本人也有一個想法 對不對 那這邊把日本基地的部隊抽走 對日本是不是也有個想法 所以日本現在在搞提升國防預算 對 要求美國給它飛彈的自主權 那就是它要自立防衛 對美國這麼好的忠實的盟友 也有點不放心 對 但是說到底還是要自己 你知道湊錢 然後再把錢拿給美國 跟美國買飛彈 對 因為 不過美國是因為 在所有遠東所有國家裡面 它最扶持的是日本 對 所以日本可以製造美國的 幽靈機到黃蜂 F15 F16 日本都可以做 日本可以做自己的坦克車 日本的潛艦也做得很好 我懷疑我們國軍這個潛艦國造 可能就是日本潛艦的翻版 所以它軍力是夠的 但是它的處境很危險 因為也是朋友住太遠 敵人住太近 頭頂上有俄羅斯 要來救來不及 頭頂上有俄羅斯 斜北邊是有北韓 再炮東邊 西邊有中國大陸 只能說敵人怎麼這麼多 所以它就變成三面被包圍的 對不對 南海運路一斷的話 日本的石油就沒有來源了 所以它的危機感 不見得比台灣低 所以為什麼要 把GDP升高 這麼支持這麼大的軍費 第二個 美國萬一不行的話 就跟阿富汗一樣 撤兵走了怎麼辦 所以 因為這個是很矛盾的 又要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又要防範中國大陸打他 對不對 又被美國逼得要幹 那自己錢也要賺 所以這個首相不好當 的確啊 少了中國大陸 少了陸客 你看日本現在沒有爆買了 對不對 但他好意思講說大陸疫情過重 我不讓他進來 日本的疫情比大陸還嚴重 可是我覺得疫情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多國家 如果跟著美國走的話 真的是自作自受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呢 哪一個國家 對於這個疫情的篩檢 封鎖變嚴格的話 等於直接就是告訴陸客說 你不要來 直接就是 沒錢賺啊 這不是很明顯的道理 所以菲律賓就沒有跟著 這個 不跟著國家很多 對也沒有跟著美國走 菲律賓就說我們 我們沒有搞這一套 其實英國 專家也說 他說 英國疫情也很嚴重啊 這感覺像什麼呢 就是你在一團大火裡面 然後你在丟幾根小火柴 他說根本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這是目前疫情的部分 那再來我想再問一下 將軍喔 你怎麼看呢 我們說 從這種實戰對抗當中 我們會看出什麼樣的端倪呢 那這一次當然 大家focus在 譬如說 異機型的這個編隊 有間級機 預警機 電子干擾機 有點像是 來這個台海 兩岸 飛來飛去的那一些 解放軍的軍機 但是他們實戰對抗 平常就這樣練 那這一次受到矚目的 有殲16D 電子戰的這個 D是電戰的電 所以專家就認為 這個可能跟第一島鏈 可以提供電子作戰 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沒錯 F16是非常的 殲16D 殲16是非常優秀的戰轟機 它原來是做戰鬥機 跟轟炸機 兩個中和體 因為它的推力也很大 速度也很快 它如果把作戰裝備 改成電子作戰的話 那在戰場上 它管電子作戰機 就會影響到 對方很多飛機的作戰能量 就是說我這個電磁波出去 是干擾你還是破壞你 還是誘導你 就會在戰場上產生很大的 這不是一機對一機 有這麼一個電子偵察機 它的功率夠大的話 它會影響敵人一群的飛機 所以這個不可小叙 本來F16就是攻台的主力機種 因為什麼 你說殲16嗎 殲16 殲16它是又可以做空中殘鬥 也可以做地面轟炸 那最近中國大陸 因為殲20的發動機有了突破 那這些殲16也跟著就突破 所以我剛剛還提醒你 殲11C 它因為什麼 逆中塗料 你發明了你管給殲20用 大家都可以用 全部都用 全部解放軍的軍機 一次全部升級 那你的搜索雷達距離擴大了 我是不是要換裝 對 所以現在大家不要以殲10 殲11是什麼祖父輩 父親輩 對 它改裝以後 它的戰鬥力就會提升 就像F16 現在不是F16 對 它都提升 因為殲20只是空中殘鬥的 幹掉對方的戰鬥機 那殲16就是主攻的 那殲11也是主攻的 所以台灣對共機繞台 不是新聞報導 我希望國防部 如果對它這個編主要做這個模擬的對抗 我怎麼樣破解它這個聯合 我對它的電子作戰機怎麼樣阻絕 或者我反過來阻絕它 那對人家這個大編隊我是怎麼對付 是用什麼 我們想炮彈 不是 飛彈跟這個 飛機的怎麼去攔截 這個其實不是 川英文悶不吭聲就算了 我們要天天要自己要演練 對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 在下一張電視牆 我們來看一下北韓 北韓在今年的最後一天 它又射飛彈了 北韓疑似發射了彈道飛彈 這日本保安廳他們攔截到的消息 已經落入海中了 只是呢 其實啊 南韓呢 昨天他們也射了一枚火箭 好當時候據說 試射沒有預先說明 民眾還引發了恐慌 有人就是很擔心 是不是這個不明飛行物UFO 或者是擔心是不是北韓射飛彈 結果沒想到隔天 北韓真的射了飛彈 那嚴教授你怎麼看呢 對於南北韓 美國啊一直在不斷的 我們說其實很多的這個武力啊 也都是靠著美國的 在南韓的部分 但是現在呢 南韓居然連北韓的無人機 都攔不住啊 我覺得美國對北韓的態度 應該要像現在 美國對大陸的態度 那也是台灣應該認知的一部分 就是美國過去說 他不會去演變大陸 希望能夠和平演變大陸 希望大陸透過經濟發展 然後就會走向民主等等 現在美國這個拜登總統 已經講明了 美國不會無意改變大陸的政治體系 這個已經講了很清楚了 就表示說你不是民主國家 對我也不想 我也還是要跟你打交道 我也不會說 因為你不是民主國家 我想推翻你或怎麼樣 這是美國的態度 那同樣北韓 美國我想金正恩 也希望美國有個態度 你是不是就乾脆承認 北韓就是一個核武國家 你可以跟他去談 說是不是我們以後不要搞這麼多 限制一下 就像你跟俄羅斯談 當時的限制核武的 就是搞一個天花板 然後從天花板開始說 我們要不要降一點 沒有意義 可是你一開頭 他就直接要他完全廢除核武 他花了這麼多錢 他的科學家投入那麼多的精神 到最後一筆勾銷嗎 不可能 我覺得美國人怎麼那麼天真 你都不會想到這個國家 老百姓挨餓了那麼久 看到有這麼多的武器 然後現在說白挨餓了 因為這些武器要銷毀了 我覺得這是錯誤的 所以我一直認為美國在這個 這個就是解除核武這件 無核的朝鮮半島上面 他應該要稍微修正一下態度 而且北韓到現在目前為止 他也除了就是過去 曾經對南韓發動過攻擊 然後之後我們看到 有一些緊張情勢 他說老實話 也沒有攻擊過他的鄰國 日本事實上他也沒有正式攻擊過 也沒有攻擊過中國或俄羅斯或美國 所以如果北韓今天態度是比較 大家覺得很難預測 你不喜歡他 但是你也應該就是知道 他為什麼會這麼做 就是因為他覺得 我不發展核武就會被你推翻 我一定要有一股嚇阻的力量 那就表明你不會推翻他了嘛 對不對你就接受了 你們要搞這個什麼金氏王朝隨你 那是你們韓國人的 北韓朝鮮人的選擇 我也不想做 就是因為美國的態度太曖昧 所以讓這個北韓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不是還是想推翻我 其實很明顯嘛 金正恩從很久以前他就知道了 我不發展核武 我不發展這些最新的軍武 你看我沒有嘛 你隨時要來推翻我嘛 那再來蔡委員你怎麼看呢 接下來2023年 你覺得南北韓之間呢 現在很明顯的看到一個狀況是 北韓你就算不承認好了 但是實際上呢 他就是已經是永和國了 然後再來呢 北韓的無人機這麼厲害喔 怎麼會這麼強 1990年代開始 以中國第四無人機為基礎 他們就高度熱衷 就像剛剛教授講的 大家都在挨餓 為什麼 很多資源都拿去研發了 除了核武之外 研發無人機 方線系列的無人機 可以偵查也可以攻擊 對金正恩來說 2023核心目標是什麼 加強自衛國防能力 他說自衛喔 國防能力喔 然後繼續呢 對敵鬥爭 那就看 你是不是我北韓的敵人了 委員 北韓這個國家啊 我個人的政治的思想來講 我是非常討厭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喔 這個GDP怎麼算呢 都不到700億美金一年 然後窮兵獨武 人家說專制 你至少要開明專制嘛 新加坡也是開明專制啊 大陸也是開明專制啊 為什麼你北韓 就不能夠開明專制 現在連越南都是開明專制喔 古巴也是開明專制喔 結果現在學生家發現說 有一種新加坡的模式的擴大版 雖然政府強而有力 對老百姓約束很多 不能隨便組織政黨 新加坡能夠搞什麼政黨嘛 一切都要聽政府 可是政府的人員啊 訓練的相對的有能力 相對的清廉 然後相對的開明 這個變成是一個 很有競爭力的政治模式 以前那是講民族自由啊 那你看到那個 美國亂七八糟的樣子 槍戒啊 多胎問題 胡搞瞎搞 到處打仗 所以變成說 你北韓還在什麼時代啊 然後好啦 你為什麼能夠發明 這個人發明那個 講得很清楚啊 中國的D4無人機 很多東西就是拿俄羅斯 拿這個中國 來做基礎去發展 那中國的這種小兄弟 俄羅斯這種小兄弟啊 又愛又恨 這個恨就是說 那整天沒事幹惹事生非 中國已經好幾次跟北韓喔 好幾次拒絕跟他對話 說你稍微改一改嘛 第一個你不要王朝繼承制嘛 這馬克思主義跟那個 跟他家族王朝搞在一起 馬克思主義最反對什麼 家族政治的 就你給我搞家族政治 這讓我很難自圓其說 所以大陸老百姓啊 討厭越南的 討厭北越的比例是很高的喔 他總覺得提到北越 就一個頭五個大 非常不認同 那些問題來了 你花了那麼多 可是客觀現實 它就是存在 存在就是必須面對的現實 就以南北韓的38度線來講的話 38度線 離索爾多少 離索爾的距離是多少 40公里 就等於是什麼 等於台北跟礁溪的距離 不算山的話 就是台北跟礁溪的距離 然後問題是38度線 離平朗北韓的首都 168公里 等於是什麼 台北一直到什麼 到雲林 哇 這個 兩畫面打起仗來 他們評估過 在24小時以內 所有死亡人數超過100萬 100萬是什麼數字 就是同時丟了什麼 五顆原子彈 就是這個死亡數字 可能還不止 為什麼 40公里太近了 而且全部平原 而且還沒有 剛才我們講的 布雷 布雷也沒什麼用 所以面對這問題 你只能用各種方式去處理 而且要謹慎小心 然後北韓 他也高度的沒有安全感 他自己知道 我GDP只有什麼 只有南韓的十分之一 然後這個 所以我知道 去搞一些很極端的 這些什麼思想 很極端的武器 不斷的來武裝自棋 那短期內 這個幾乎是沒有什麼 什麼好解決的方案 唯一的就是說 除了依賴武力上 能夠對等的一個威嚇以外 更重要的是 要讓中國跟俄羅斯 成為什麼 約束北韓對外攻擊的 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力量 因為金正恩 畢竟是政治人物 他要考慮他自己的生存 對不對 考慮他自己的地位 那這個問題是 美國一方面 現在又要削弱俄羅斯 又要削弱中國 好啦你說 你怎麼叫俄羅斯跟中國 去把金正恩 兩隻手盆綁起來 他沒有理由啊 金正恩講說 大哥啊 你們兩個大哥啊 眼睛瞎了嘛 美國怎麼修理我 也是怎麼修理你啊 咱們是在同一個褲子的啊 我不曉得 布林肯拜登 你們怎麼會把 國際的局勢 搞成這個樣子 你怎麼會把 國際的戰略環境 搞成這樣子 結果人人自為 南韓心裡面怕得要死 然後積極發展這個發展那個 就現在漏氣啦 北韓那個無人機 就打不中了 那如果中國的無人機來 那真是有見鬼啦 你不是整個被吃得死死的嗎 中國的無人機的等級 不是北韓那個等級耶 北韓那個等級你 美軍不是協助訓練喔 我們說美軍到台灣的協訓 他根本就正式參加演習作戰的喔 就訓練出來的南韓軍隊怎麼樣 還打不到無人機 還把自己的戰鬥機給摔了 對 這現在全世界最大的笑話嘛 那人家問說 那你準備花這麼多錢 準備這麼多 應付個北韓的應付不來 那你說南韓看在心裡面 老百姓會覺得害怕 欸 才40公里而已耶 那個無人機喔 都還不用加油 就可以直接攻打 這個南韓的首都的首尾 首尾的人口是佔 南韓的人口的幾乎三分之一耶 那你日本呢 你想想日本害不害怕 當然害怕嘛 那所以變成人人自圍的情形底下 就很可能會插槍走火嘛 插槍走火的人很多喔 可能是南韓 可能是北韓 可能是日本 都有可能喔 反而相對的 中國跟俄羅斯是老神在在喔 為什麼 他土地大啊 人口多啊 武力強啊 他當然無所謂啊 一樣的道理啊 咱們台灣呢 何去何從 要從什麼 要從北韓這種歷史來看自己啊 不要每一天說 我愛台灣台灣No.1 什麼全世界最強 那種牛皮不要吹 台灣其實是在亞洲地區最脆弱的 不要講護國神山的 沒有一個山能夠護得了台灣 這個不像國的國嘛 所以呢 我們看到南韓現在呢 對於北韓的威脅喔 就在自己家門口 他好像也沒辦法耶 我相信這個不只是影席月喔 他們人民應該會覺得很震驚 軍方訓練不足耶 要求更加強強度 然後呢 南韓有反制嘛 這個北韓的無人機飛過來 然後呢 戰機開火喔 去打無人機喔 一百發都沒有中喔 然後還有一架攻擊機 墜機 還自己賠了一架飛機 那其實這幾年喔 大家就在看 北韓喔 他不只是 有技術有武器 重點是 他還有錢耶 你看喔 北韓呢他現在呢 他又有發射 他最新的有這個固態燃料引擎 會不會發射更強大的火箭 還有以前我們看北韓射飛彈 其實幾個月一次 但現在沒有耶 三天五天一個禮拜 他是有能力 可以在短時間內 不斷的發射飛彈 我說今年第37次嘛 我相信未來這個數字只會增加 但是 將軍你怎麼看呢 北韓這樣一直在測試 是威嚇還是一方面 他也在收集他的飛彈研發的參數呢 對 因為 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說 他現在把液態的火箭推進去 改為固態 對 這什麼意思呢 你知道不管是飛彈 探月的飛彈火箭 他那個液態 他推力是很強的 但是呢 他要解像冷凍狀況 你看那個飛彈發射 外面好像很多蒸氣一樣 那是液態發射 他就要固定的發射架 固定的機器 固定的架子才能夠讓他飛 所以液態的這個飛彈呢 很容易被敵人增殖而被消滅 固態呢 就是現在裝在卡車上的大型的飛彈 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 到處激動 就是說你摸不清楚我在哪裡 我有不被消滅的可能 所以這是一個他把他的火箭 也統統改成固態 就代表他的機動作戰能力很強 你就很難防範 第二個先天上的缺點 南韓的首都離38度線太近 那北韓的這個遠程炮兵呢 就可以打 還不要用核子彈 你想想看 台北市被領口台地上面架幾門炮 今天打總統府 明天打外交部 直接瞄準嘛 那準得很嘛 對不對 所以這種 你南韓有沒有遷都的決心呢 遷了一半 他們都遷到四中半 但他還是人口 還是人 金融 政治 中心都在這裡嘛 對不對 你看我們中國古時候 常常會遷都的 為什麼 那個地形不利 或者糧荒 他就要遷都嘛 你看你這個 南韓的首爾被人家捏了個脖子在那裡 班又班不走 所以這個是北韓 雖然剛剛蔡委員講的北韓窮 北韓GDP也不行 金利也不行 他的控制力就靠造神運動 這個金正恩八歲就打高爾夫球 一竿進洞 因為他是欺負北韓的老不行 不知道什麼叫高爾夫球 他這種造神運動來加強他 他也是岌岌可危 這種獨裁國家的權力鬥爭是很厲害的 你以為他身邊那些大官都是傻瓜嗎 今天我是怕被你炮絕 犬絕 對不對 那我有辦法我也把你個絕 對不對 他是用恐怖手段造神運動 發展極端武器維持他的存在 就像個瘋狗一樣 所以美國是看 把他餓他也沒有用 制裁他也沒有用 就希望俄國跟中國大陸來制裁他 可是你的目標在消耗俄羅斯 馬上又要幹中國 這兩個國家現在我幹嘛 我放門放狗 咬你看誰受得了 對不對 所以南韓就有這個威脅 如果台灣有事 對不對 你美軍這個人來撤印叫囂 又在那些基地裡面輸送物資幹什麼 那放北韓這條狗出來的時候 咬的是誰啊 咬的是南韓 所以不會為一架無人機發這個脾氣 現在這個國際局勢啊 南韓這個總統也很難做啊 又要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美國要逼他晶片 對 他又 所以北韓又在天天搞這個原子彈 夾心餅乾啊 他也睡不著覺了 蠟燭兩頭燒 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要不要請我們的蔡委員 可不可以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你覺得2023年南北韓的局勢 是不是也跟兩岸一樣 其實只會更緊張 而不會穩定 主觀的個人期待是 請各方面緊張歸緊張喔 不要真的動刀動槍 所以各方面都要懂得自治 但是這是我個人主觀的期待 客觀的形勢是 逐漸在失去控制當中 然後有大人們說要管控衝突 你們真的要做得到 不要說讓我們有個民進黨政府 為了勝選不惜一切 讓衝突失去管控 那就很麻煩了